谁也没想到 她被称为最美潘金莲 却闪婚闪离 51岁没有子女 依旧一个人 1998年一部电视剧《水浒传》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出演潘金莲一角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让人永远难忘的王思义 那么王思义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1972年 王思义出生于台湾省 父亲从事美术工作 母亲是一位舞蹈教师 在父母的熏陶下 王思义从小就拥有文艺饭 尤其痴迷于舞蹈 而且天资不俗 1983年 年仅11岁的王思义 不负众望考上了台北一专舞蹈课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一次体育课上 王思义不小心受伤 及膝盖韧带遭受断裂 这也意味着她不能再跳舞了 然而上天对她终究是眷顾的 虽然悄悄地关上了一扇门 却同时又为她打开了另一扇窗 由于王思义天生励志 身材高挑 机缘巧合下 她签约了一家广告公司 至此开启了模特生涯 她仅仅用了两年时间 在模特界混得风生水起 她就被一家杂志评为 台湾时大名模之一 在模特圈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她也迈向了另一个更大的领域 开始了演员之路 1995年 王思义因拍摄天地奇音花木兰 结识了王文生 这也是她饰演潘金莲的契机 当时《水浒传》整个剧组 都在为潘金莲的选秀发愁时 王文生向剧组推荐了王思义 于是叫来王思义试戏 王思义戏服一穿 身姿一白 眼力尽是妩媚 画力尽是柔情 一米七的身高 再加上南方姑娘柔美的容貌 简直活生生的潘金莲 导演组非常满意 当下就决定让王思义出演潘金莲 《水浒传》一经播出后 便获得了一众好评 更是占据了当时的收视冠军 而潘金莲也是一夜成名 至此 26岁的王思义迎来了事业的巅峰 从此 王思义陆续接到影视剧的邀约 和综艺节目的邀请 1999年 他与陈浩民和嘉靖 共同主演电影《庄机公主》 在《大唐玉史谢遥环》里饰演女一号谢遥环 并获得了当年的影视明星奖 2000年的春晚 王思义还搭档汉连 潘长江一起出演《小品同桌的你》 事业蒸蒸日上 可他的感情生活却一片空白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身边的亲友都开始成家立业 王思义开始对另一半的渴望 愈加浓烈 2006年37岁的王思义 在好友李强的邀请下去 参加了一个元宵晚会 也就是在这里 他遇到了另一半苏远 两人好像一见如故 就这样 两人聊到散场 于是两人相互留下了联系方式 就这样 两个孤身的人在荷尔蒙的催促下 逐渐产生了感情 然而正当两人即将修成正果时 苏远的家人却不满王思义 此时两人正在热恋 面对家人的不理解 苏远想法给家里人做思想工作 只为能与王思义在一起 最终两人速战速决 王思义与苏远闪婚 低调在北京办了喜酒 之后 王思义逐渐淡出了演艺圈 以家庭和生活为主 婚后不久 两人开始出现矛盾 最终两人草草结束了这段短暂的婚姻 离婚后 他并没有让自己沉浸在悲伤里 他开始将生活重心转到了公益活动中 给农村留守儿童捐物资 为残障儿童演电影 还帮流浪小动物筹款 不仅如此 王思义还会时不时地 在自己社交平台上 分享自己的快乐 这些年 他会参演一些公益电影 不为名 不为力 只为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如今 52岁的他 早已看淡娱乐圈的名和力 更愿意享受生活中的乐趣 虽然孤身一人 无儿无女 却也生活得潇洒自如 家人们 你还记得王思义主演的潘金莲吗 也为王思义的爱心点赞吧 关注悠悠 带你了解更多名人故事